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12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点评节目 来看看最新的报道和评论 一个是凤凰网今天发布的消息 讲到现在中共国的社会风气不正 很多人缺乏同情心 看到别人要跳楼 不是积极的营救 反倒是看热闹 还有人甚至高喊不跳看不起你 结果造成严重后果 家属想要追究对方的责任 我们看怎么回事 在李强的老巢浙江 永康市有一个公寓 一名20岁的女孩跳楼生老 跳楼前一些人竟鼓励她 意思你不跳就是看不起你 说8月11号肖像晨报记者联系上视频发布者 这是一个小视频 称死者家属朋友 现在已经报案了 死者母亲为起哄者的言论和女儿的死相关问题 提出了质疑 说是起哄者说完 两三秒以后女儿就跳楼了 如果这时候应该是消防部人积极的搭建救援措施 旁边人应该是帮忙救她 而不是说看热闹 你可见他这个人的心理不正常 不正常就是在西平时代鼓动这个 这个香江血战 人们互斗互相仇恨 缺乏同情心的 这个是在这里个人没有的 这表明还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这篇文章讲是12号 另一名死者家属讲 11号的相关视频 被人发到网上派出所很重视 派人调查 有可能要抓人 抓人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是这一条消息 在习近平所谓的新时代 确实负源消息非常多 看了以后使人感到非常的难过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 看中国网站 今天发布条消息 讲到习近平和他的女儿的个人资料 是什么透露出去了 昨天讲到宁腾宇的案件 宁腾宇就是受到冤枉 可能被胡春华重用的人 或者是汪洋曾经重用过的公安 省公安厅的人 就广东省公安的人 冒名的 他们可能是为了邀功情赏 就编造这个谎言 架迫给宁腾宇的 宁腾宇是河南交座的一个电脑高手 也是一个少年七才 现在关在监狱里 现在这个事继续发酵 这篇文章讲 日前公安部呈 严打群犯公民各类信息违法犯罪 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案件 就是由于信息泄露了 是习近平女儿的 三年共抓获2300名内鬼 内鬼是谁 就公安系统 他们才能知道个人信息 对不对 此前习近平本人 还有女儿习明泽 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 曾被中共警察外泄了 外泄都是为了物质利益 这篇文章讲 中共公安部8月10号 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 呈严厉打击 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犯罪活动 锚定了行业内部的 泄源源头 2022年以来抓获电信运营商 医院保险公司 房地产物业快递公司等 行业内鬼2300 因为这些部门都可以 获得过个人信息 所以有的时候网上钓鱼 网站很多 让你往里输入个人信息 利用你这种贪便宜的心理 容易上当受骗的 说中国问题专家 前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吕元华 对大纪元媒体讲 他说西一鸣的女儿户口 信息被泄露上层震动 一定要擦 那当时肯定很多当官想表现 王晓鸣 肯定是很着急 对不对 这个事涉及到皇帝 他肯定 对他们来讲重重自重 老百姓的信息 泄露他们不在乎 他们本身就是 缺乏老百姓的隐私 对吧 什么脸部识别 部态识别 哪有个人隐私 没有 进了中国就完蛋了 但是他对习近平这个保护 那是重重加重 那肯定是重视这个案子 上层震动 一定要查 顺势查点 可能涉及到某一些官员 那么随便一刷就刷一大批 而且是选择性的抓 不会忍忍抓 李元华认为 所有这些内鬼 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的多 但中共就是允许其存在 现在这些报道说明 公安部一直在实质 才有这么多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现在中共以这种方式做宣传 正好反映出 中共不讲法治 导致社会混乱 这篇文章讲 他说泄密的事 就起于这个西明泽 2019年5月 习近平女人西明泽 和习近平姐夫邓家卫的个人信息 相继被海外网站 叫红岸基金会 还有支纳危机披露 公安部随后就成立调查处 广东茂名寺的警方开始查 这个大队长杨冠耀 为梅尚女请供 跃罪于网站的负责人 也就抓了宁腾宇等24人 这些都是少年小孩 就像那个刀长哥的甲子 没少年 是不是啊 结果全抓了 诶 嫁祸给他们 2020年12月3号 30号 广东茂名寺茂南区法院 一审判决 这个24人都有罪 仅仅24岁的宁腾宇被刺为囑犯 判了14年 其他人都判了1到4年 有一些路律释放了 释放了以后 就可能披露一些真相 这里就引用了一些消息来源 这最好的消息来源 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个来源 那就是流亡加拿大的 恶俗危机创办人 自己叫肖严瑞 我是从看过网站看到的 我没有直接谢谢来源 他披露 说是这个网站恶俗危机 是肖严瑞创办的 说习近平的女儿和习近平的信息泄露 是中共公安部内部 公安局内部人搞的 有些这些人传到这个网络上 他们没有主动去查询 肖严瑞透露 习近平的户籍信息是18年底 有人给警察6000块钱买的 由于人口系统高官查出来会报警 操作是留下的痕迹 房间有摄像头 所以警察下场不会好 就是警察拿6000块钱倒霉了 这篇文章讲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 中共当局邂逅秘密处 处理了20余名本案涉及的司法人员 包括广东茂名 王景大队长杨冠耀 茂名公安局副局长李世华 广东政法委副书记江凯欣 也就是因为这个内斗的原因 所以说这个 明腾与他妈妈不屈不饶的神速 现在这个神速是一个压力 这证明借助内斗这个条件 有可能这个案子反案 这是昨天曾经讲到了 我看很多人看这个新闻 点击率还是比较高 看中国这篇文章今天介绍 查询西明户籍的时候 顺便带出了西明泽的身份证 因为是一家人 在用西明泽的身份证 从教育系统调出照片 对方不知道是西明的女儿 所以没花钱 而西明泽在系统内没有受到保护 交警的警务通也能查到 这事就这么出去了 现在已经是很清晰的 那媒体报道呢 这个就是这些冒名警方 抛制这个院甲串 警方在无法拘捕到 前海外网站的情况下 就算那些办网站人跑了 就不会跑加拿大了 还有个跑日本的好像 怎么办 他就一花结木 为了向西明交差 王写红交差 他就编造了恶俗 维基的技术志愿者 他其实是一个什么 就是电脑高手 小孩闲着没事 我帮你整一整 这里都有很多小孩 大叔 你要信得过我 你这个电脑我给你整一整 一般我们不麻烦他们 就怕连累他 咱能过得去就过得去 什么事都是少一事 多一事不是少一事好 过得去就行 凑合凑合 能播出去就行了 是吧 我要讲的时候 他这个就是因为 这个小孩子介义勇为 比较热心吧 这下倒霉了 其实他不是这个事的主份 他又不是创办网站的人 他给他一个加个罪名 叫寻衅自知 还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非法经理 一下中判十四年 你想这小孩 其实不到二十岁 我认为他就十八九岁 小孩一下判十多年 原本是很单纯的小孩 突然间经到看出所 到监狱了 你说能学好 左边堂的右边做的 全是这些暴力犯罪分子 个个没事都交给你 怎么这个杀人 怎么抢劫一行 怎么就监狐妇女 怎么诈骗敲诈 就整天传说这东西 好人进去也完了 所以学的是这么讲 这个出来以后啊 这可能有一些人就变了 是吧 也可能认为有些人变得更好 知道这个社会是多么黑暗 有些人可能就彻底 从此随波注流 破罐破碎 所以监狗敏她妈妈很着急啊 不停的写信 据说写信现在起到作用了 根据海外媒体报道 我也没有来源啊 说是立案 立案那就是适得内斗 内斗也行 能翻过来也行 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够开庭审理 审理是不是公开了 因为整个司法烂头 它不光是胡宋华的底气 是汪洋的底气的问题 它是整个的国家 这个政治体制的原因 对吧 所以说这个刚才讲 抓到这个办理 宁鹏宇案件这个主审 就是这个 当时这个作案组织的人 全抓了 据说 这个尤其是阳关耀 是大队长 原本是立功的 这下也挂到监狱里去了 到监狱审查 抓在了这个警察就要讲了 杨关 叫杨关耀 杨关耀 杨关耀 你以为还是大队长吧 现在怎么样 批薄了以后 就东北话讲 给你批拔了以后 怎么老实了吧 警察就是这样 一拖了几步就完了 打了头了 怎么样了 就只好也点头花药 也得给人请客送礼 也得找律师 也到监狱里得劳动啊 所以这些人是很惨 天上掉到地下 而且到了监狱里跟囚徒还不敢讲 过去是警察 把人揍他 上面监狱还得给他找个好点地方 好的监狱 怕他挨整啊 进去你就知道了 他们的最恨就是警察 是吧 囚徒最恨就是警察 他变的法 这个 串通好在里边整你 那就麻烦了 我遇到好多在里边的 有的还挨揍 你看有的这个 遇到打这个以前的警察 现在变成囚徒 闪大嘴巴 一闪的呱唧呱唧 你还以为你是警察呀 骂的 喀喀山 那警察就打了头 打完了等警察走了 我说你怎么也没有 不发脾气 哎呀 老江啊 咱巴这声皮 就是咱这落地疯狂不如鸡 也在巴撒哭的 判四年 我记得本系 一个泡伦敦的警察 他是因为这个 这个 算是盗窃吧 就其实就是 黑社会的那些人 就是在 偷一辆车什么的 东窗事发了 所以警察进到那里边 遇警啊 那也是不客气 除非有人求到遇警 我有亲戚啊 在里边出了点事 你给照照 人情大于发呀 你也不贿赂遇警 就是 托不着人 你警察你照照顾 我管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啊 什么市长 副市长 什么党国的 什么这个那个 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那个 本人多亏是以前 是记者出身 因为他始终关于大连 嘛 低头不见 抬头见 在哪都有我自己的朋友 是吧 南关领监狱监狱 还有我的作者 是过去给我投稿的 是在里边啊 这一阵我从十方 他们都不知道 我认出他了 但他也认出我了 他暗中也给我点帮助啊 因为我这 生活能力特 适应能力特强啊 你像这牛腾雨的小孩 在进去以后 他说心里话 他社会经验不足啊 确实容易学会啊 但愿能早一点 这会儿能够平反招学啊 至于他们内斗 窝里斗 他们狗咬狗一嘴猫 和咱们有关系 是不是啊 我们再来看看大事儿啊 更大的事儿就是赖清德 过境美国的事儿 吸名字跳脚啊 台湾副总统 启程过境美国 上一场没有讲完啊 这是最大的一件事儿啊 美国资金做了报道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周六 8月12号 启程前往美国了 又走蔡英文这个路线 其实就美国在打台湾这场拍啊 就是刺激总共 因为美国现在想打仗 说心里话 因为美国已经看出了 乱打不如遭打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 这个全部把钱倾斜到了军事了啊 这个专制集权统治效率高啊 现在你不给他干趴下以后就麻烦了 27年他真统治全世界了 所以美国现在给我的感觉 是议员们在鼓动着 这个战争实际上啊 咱们坦率的讲 中共呢也是一样 吸一片转移四线 所以台海不稳啊 这篇文章讲呢 说是展开这趟临中共不悦的旅行啊 路通社报道 台湾国安官员忧心 中国会在台湾周边祭出更多的军事活动 贩卖战争恐惧啊 影响明年的总统大选 那么这篇文章 介绍赖清德此行事参加什么活动呢 友邦巴拉圭 上一场我曾经谈到了啊 有两场不公开的桥宴 桥宴就是那些台湾的到全世界各做生意的 你比如说你在巴拉圭或者在这个沿途 或者在美国旧金山 洛杉矶 路途径的途中 一看领导来了 搞得一座席 中国人不就这样 你不论在台湾在香港在加拿大 它都是一样的 咱们也是请别人 别人请咱们都是一样 这是礼节性的啊 他这个桥宴一定是有些人就想露脸吧 相信中共也很在乎这些事啊 说尽管台北和华盛顿不断重申过境 停留是惯例 中国没有理由采取挑衅的行为 但北京对此 仍然做出愤怒的反应 因为西民心眼小 是吧 小屁心眼的 这种人就是这样 不点事都大大事 其实他过境过境了 你理他干嘛 你好好的把你国家的洪水治理好 是吧 国泰民安 老百姓拥护发自内心 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事 台湾自然人就回来了 是不是啊 你主动你不要他都回来 是吧 就像家里你对孩子不好 都不用打他 小孩就跑了 是吧 跑美国加拿大 跑越来越好 风天过去都不回家 你对小孩好乖 有家是吧 小孩也是感恩父母啊 一到春节就拎着点心 带着太太就来了 小孩是吧 它都是一样的 这个习近平把自己国家搞得一塌糊涂 还整天让台湾就好像两千三百万人还要顺从他 这不可能的啊 人家是过着民主法治的生活 政党轮体 你这一党之上到了一人独裁 连胡尹他都扭送出去了 人家能给你回归吗 是吧 所以习近平这个脑袋的确是有问题 我觉得啊 他严重的偏执疾病 我认为啊 真的 现在我看很多海外问题都在讲 他这个身体状态啊 他确实需要治疗 需要辞职应该啊 不应该再在台上 给中国人民带着灾难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台湾关于怎么讲 他说中国可能会以赖清德过境美国为借口啊 比照去年8月 美国总统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泰 以及今年4月 台湾总统蔡英文 在洛杉矶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凯西 下周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会军事演习 又要折腾这些钱财 你说你演习这个钱拿出来 救救那些洪水挣扎老百姓多好啊 你说我再讲一遍 你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就让这些部队空投一些太平泉能不能做到 买的几万个太平泉扔到里边去 能抱着一个人就活下来了 很简单 他不会拥有的人只要抓一个救生 意义好还是太平泉是吧 飘 他忍急挨饿 他毕竟应该讲的活下来对吧 你看中国气红无预计 你说哪个太平泉都不能给老百姓 你还整天想整什么台海的演习 有啥用搞的东西是吧 完全是劳民伤财 越整恶性循环 台湾越戒行兼远 这篇文章讲 中国人民解放进本周已经加大骚扰台湾的力道 据台湾国防部统计周三逾越海下中线 过了中线 进入防控识别区的攻击 三四三架 防控识别都进了 你在这进就哄你了 你别开玩笑啊 我的天哪 说台湾国防部强调 国军运用联合勤奸争手段 绵密掌控台湾周边情势 包括共军区域的力行训练 将继续监控失窃应对 蔡英文是个女的总统 她是不想打仗 你想想 都过了中线了 她在那忍 就是一忍再忍 还是要忍 忍不可忍 还是要忍 就欺负人家 所以这个军队当中 一批鹰派 像何卫东是刚上的 他二大代表都不是 他是机攻 像立功 是吧 显示显示 我这个指挥军队 已经打败美国帝国主义 再加上每天洗脑 看新闻 你如果看完就看傻了 我看国内很多人回来 后来谈台湾问题 我发现他们对美国的军事设施 一无所知 完全是一种虚假的宣传 你就拿这个航母来讲吧 你那个破航母是蒸汽动力 人是核动力 你那个航母 这个 撞那个柴油 咕咚咕咚 发动的八九个小时了 才能启动 夜间还不能 舰载机不能起飞 人美国那个航母 核动力 因为这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人家起来就干起来了 也就是说人家干四个小时 你在行动起来 你怎么和人打 整天吹什么吹 但是中共官媒不这样报道 一报道就第一手 第二手 第三手航母 搞得中国老百姓 希望之特别高 觉得要一打仗 就能像抗免朝战争年 夸过牙子奖 这个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 凶酒就毁了 叫我爸爸当年 是不是 现在想这个滑稽可笑 那个朝鲜战争 就打个平局 平手吧 这么讲 毛泽东确实厉害 因为毛泽东本身 他在战争年代 打仗打出来 你习近平不同 就习近平这个水平 连个疫情都 连个殉情都解决不了 连个卓州霸州都不敢去 能不能指挥这个部队和美国打仗 我一直在讲 不是我贬低的 咱们实事求是讲 你说你换了这个温家宝 说不定还能抵抗一阵子 就习近平这个胆 你怎么知道军队 变成两张皮了 就是你在这房间 就是整天在瞎摧 真正指战员听不听你的 这都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 现在给我的感觉 部队当中有些是鹰派 一个是想摆脱军队反腐的困境 另一部人也想叫习近出丑 甚至想借这个机会 拿来兵圈反水 所以就鼓动这场战争 和美国不一样 美国这打仗 你看这一次上一场 我讲到十一国军演 的特色已经改变了 战力战术改变了 过去是防御性的 是叫什么呢 叫保护海岛是吧 登岛 这次主题变成抢弹登陆 反攻 而且要护视军道 这明显就是灭共了已经 就想想这个是很大的事 你看这十一国军演 这一次的整个协调机制 而且澳大利亚变成跳岛的第一步 其实他那个意思就是将来 武器库在澳大利亚 他需要后勤补给 补给先放到澳大利亚 然后往前面通过菲律宾 通过日本 南韩跳岛 唯独中国大陆 哎呀我跟你讲 这一次可能 就过去防御变成进攻的军演 这就表明他的战术意图变了 这个战争将是主动的 在这个情况下 他要调解战争 都是早死了 这篇文章讲 赖清德目前是明年一月 举行总统大选的领先者 过去他自己自称是 务实的态度工作人 这是非常敏感的 我再次讲 我是反对态度的 我希望中国统一 但这个统一在民主法治基础上 而不是战争 那么他也据说是 我不太了解 赖清德说是台独工作者 是台面上最让北京反感的候选人 台湾官员讲 中国军演的目的 自己就要恐吓台湾选民 让他们害怕战争 投出北京想要的候选人 中国习近平一贯是这样 他那个想法就和这个目的正好相反 普京不就是想打败乌克兰 是吧 防止这个瑞典挪威进入加入北约 北约东阔 现在怎么样 东阔了吧 这个就是正好和独裁者的愿望相反 就证明你是蠢型 愚蠢的举动 习民是一样啊 不吸取教训啊 所以这篇文章讲啊 这个 他的目的就是想影响大选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叫 朱凤联上周讲 赖金德过境美国的目的是 依美摸夺 是在兑现其走入白宫的台独承诺 并为个人摸取选举私利 最终损害着台湾民众里 破坏台湾地区的和平稳定 那么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怎么讲 赖金德总统以官方身份出访 而不是以候选人的身份出访 说台湾政府收脑出访期间 过境美国是行之有年的做法 就以前是很多轮了 你们不要太在乎 就是意思 并没什么特别之处 现在不太清楚 他这个停留这俩地方 他搞些什么名堂 谁知道了是吧 现在都没披露啊 因为美国在玩台湾这张牌嘛 说中国没有理由过度反应 或借机升高情势 如果中国决定借机采取挑衅行为 那么破坏区域 和平稳定的自意是中方 而不是台湾 也不是美国 你看人家舆论开始铺垫了 也就下一步人家大泥了 就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现在有这个形式 你怎么经济怎么可能好 今天万维网友评评文章 讲到经济形势 说是面对经济面临的崩溃 中南海束手无策 这里又讲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说即7月份出口大幅下降之后 陷入了通货紧缩 在中西方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中国脱钩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的趋势下 西方资金加速撤离自己 中国经济已经面临的险境 这里也讲到了中国突然间面临崩盘的经济的十大问题 一个是房地产炮工的债务危机 通缩人口问题 美国制裁 投资者逃离 央行 政府信任缺失 年轻人失业率等等 在谈到中共政权时 这个文章还讲 在这个危险的时刻 这个世界报的文章讲 专制政权的弊端正在显现 尤其是因为他现在 完全习近平保持一致 而习的决定完全不可预测 他说正如他在疫情期间 几乎在一夜间从全面封锁 突然转向全面取消 所有措施一样 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啊 他在其他方面也是反复无常啊 这篇文章等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经济行事还有信号是李嘉诚 突然间也是做出了医护寻常的巨动啊 昨天我曾经给大家也讲到了一些消息 关于李嘉诚七折大七折 这个卖香港的房产等等吧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行事严峻 经济没有最坏 只有更糟啊 那么美国之音这篇文章讲啊 赖清德周六出发前在推特上说呢 即将前往这个亚拉松参加救治天 期待过境时宜和美国的友人碰面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叫劳拉·罗森伯尔 回应称期待欢迎赖总统 过境美国啊 这是今天比较大的这个一条消息啊 还有很多的消息 比如说华北灾情损失惨重 分析中国的经济恐怕雪上加霜等等啊 还有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国际新闻 等一会等到下一场 和大家一起滚动播出更多的消息和评论 谢谢再见